五花肉啊,您别老是炒着吃炖着吃了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吃法,酥脆好吃不油腻,大让孩子抢着吃,隔壁小媳妇送我一块五花肉,不用去皮,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骰子块,全部切好后放入大碗中给它腌制一下,放入大块的葱姜,盐积金胡椒粉调味,少许的料酒去腥,生抽蚝油提鲜,再来少许的老抽调色,最后放入孜然,芝麻辣椒面,给它抓拌均匀,腌制二十分钟,煎好后再打开, 加入一个公鸡蛋,再次抓拌均匀,最后再放入半勺玉米淀粉,不用太多,薄薄的一层口感会更好,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锁住水分,油温六成热,一个一个下入五花肉,下锅以后先不要搅动,让肉条有个定型的时间,定型以后咱们用勺子轻轻推动几下,让它受热均匀,大约两分钟左右,全部炸至金黄酥脆捞出,油温升至七成热,进行二次复炸,这个就是五花肉酥脆的关键,复炸二十秒就可以 出锅了,五花肉你在家就像我这么做,真的老好吃了,外酥里嫩,一点也不油腻,最后还是那句话,关注我没准还真有点用,感谢大家